普丁飞弹打偏了吗 梅花鸡排哪里领得到 鸡排2300万份 塔绿口味 谢谢 同边打起来 这叫间歇性的供电 什么缺电 你们搞不清楚状况 那这个也很扯 南部下午又开始发生限电 台电怎么说呢 台电告诉大家 台电有很多理由 这次理由推到太阳的身上 因为太阳下山了 所以太阳光电出力逐渐减少 需要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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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每天都会下山大县 对这就是关键问题 就是说台湾有没有缺电 其实台湾早就在缺电边缘了 刚才这个秀房讲说 我们的背转容量是24.16%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 台电说的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 就政府讲的是24.16是真的 代表我们有四分之一的电力 是可以随时投入的 那么一个星达电厂 不管发生什么事 如果真的我们有24%的 这个背转容量 台湾根本不可能缺电了 所以现在让我们高度怀疑的是 长久以来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的背转容量 就根本就没有这么高 大前 这个事情 真的是全台湾天怒人怨 台电董座 总座 董事长总经理请辞 王美花自请处分 好 目前断点已经设了 就到台电这边 停损点就在他们了 对 我想王美花不会有事了 这个公投才刚刚结束 对不对 所以说实话 这也是人民的选择 但确实蔡政府说的 跟结果不一样 但是断点已经设了 台电的董事长跟总经理 这个层级也不算是低了 到这两个人为止 那王美花是要自行处分 你怎么看待目前的发展 王美花不管要怎么处分 按照政治人物的规矩 先发一下鸡牌 我们过去赌过发鸡牌 我们从来没有少发过的 就大家愿赌服输 你既然讲了你就要发了 我当然很期待 王美花你至少连鸡牌发一下 但是从这一次的断电 就戳破了民进党的 能源结构的问题 刚才修芳讲说 现在没有太阳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太阳能了 这个就是能源结构太脆弱了 没有太阳没有太阳能了 没有风就没有风能了 那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 能够变成一个稳定的供电来源吗 这怎么能够算在民进党 现在的这个电力结构里头 所以他的能源结构是虚的 没有太阳就没有电了 没有风也没有电了 电场发生事了还是没有电了 整个的能源结构上 就有很严重的问题 这是现在民进党 最怕台湾人民发现事实的真相 时代的能源结构 词